第六題取等墨數的兩種酸HA HB分別加水配成等體基的甲乙二溶液HA HB解離後的示意圖如右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是兩種酸HA HB 酸會使詞位式呈現的是紅色 所以選項株呢是錯的 同時呢我們看得到 它原來的HA跟HB都是四個 那麼但是甲乙HA當中只有一個解離成氫離子跟A負離子 可是呢乙杯HB裡面每一個都解離出了氫離子跟B負離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HA是所謂的弱酸 HB是所謂的強酸 所以選項A呢也是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甲乙杯裡面只有一個氫離子 乙杯裡面呢卻有四個氫離子 所以氫離子的墨數呢是乙杯大於甲乙 因為體積一樣所以墨爾濃度呢也是乙大於甲 所以氫離子的墨爾濃度應該是乙大於甲 選項B呢是錯的 那我們曉得氫離子濃度如果越大 PH值就會越小 因為呢乙杯的氫離子墨爾濃度比較大 所以它PH值會比較小 所以PH值呢應該是甲會大於乙 所以選項C呢是對的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擇是C 容易的PH值 甲大於乙 於 disobed既托氣 他翻就來出省了 其中以徒 無跟你講收據 走領